丛林学习到第10课 今天咱们来学滴答这首歌啊 咱们来看普子首先 上节课咱们认识了那个左手的第一个指法 c 和弦 咱们学了啊 不没有看过的可以老铁可以看之前那一节课啊 今天咱们来继续学习这首歌 这首歌啊 你看有三个指法 左手第一次咱们学的这个 c 第二个是 dm 之法 还有一个 am 之法啊 这首歌一共就然后就重复 就这三个指法 也就是说只要你学会 c dm am 之法 就可以弹这第一大这首歌 然后呢 咱们右手的弹奏方式 你看是五三二三一三二三 咱们学过对吧 插在几弦咱们就弹几弦 这个插在一二三四五弦 五三二三一 插在几弦弹几弦啊 那好咱们现在看第二个和弦怎么按 好 再咱们来看第二个指法啊 dm 之法 咱们同样从零开始教一下 你看啊 吉他上六根弦123456 对咱们这个图123456 六根弦 数字123 分别代表左手 一是十指 二是中指 三是无名指 四是小指 一在哪 十指就在哪 二在哪 中指在哪 三在哪 无名指在哪 一在一弦一品 二在三弦二品 五名指在二弦三品 按好它 dm 之法 ok 这首歌第三个指法 dm 之法 不 am 之法啊 一代表十指在二弦第一格 二中指在三弦 四弦第二格 三无名指 三弦第二格 这个指法叫 am 之法 让右手写好了 已经 c 好 现在把它连起来 加入歌词 非常简单 你就弹一弹 练一弦就可以学得会啊 只要学会这三个指法 右手拨之前 跟着咱们的课程肯定可以练得会 完整的曲谱 请私信我啊 跟着咱们学琴的老铁 请找我领谱子 完整的曲谱 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琴 可以在咱们家小吃里看看琴啊 搜的琴 除了直播教学之外 咱们还有这个录播的课程 手机上好 变成好朋友 一对一教学 包大家学位 终身至宝 包大家学会 学会为止 配件交代曲谱都是赠送的啊